在两个星期前 特朗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 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者掌控的公司 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之后 联邦通讯委员会成员这个星期四撰文说 美国的网络已经在使用华为的许多设备 这位成员还说 联邦通讯委员会 也就是FCC 必须找到这些设备 并为受影响的运营商提供解决的方案 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 魏之 魏之请介绍一下这个FCC这位成员 为什么认为华为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这个通讯网络 今天FCC的成员杰弗里·斯塔克斯 是发表了一篇文章 名为《华为的威胁已经存在》 指出美国的许多运营商 已经在使用华为的设备 文章称 美国必须保护自己 免受中国的间谍活动 他指出 华为的设备在美国的通讯网络中构成威胁 这是事实 正如一个监督机构最近发现 华为的设备是包括了 可能会严重威胁美国网络安全的软件漏洞 他说 虽然政府国会和FCC 都试图禁止或者限制 像华为这样的公司的设备 但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具体的联邦行动都集中在未来如何应对华为 而没有解决一些运营商已经使用这些设备的这个问题 他说 运营商购买华为的设备是因为这些设备与其他的制造商的设备功能相似 但价格只有竞争对手的一半甚至是四分之一 他说 网络的安全程度取决于网络中最脆弱的设备 网络中包含不安全的设备 不仅会面临外国的监视和黑客攻击的威胁 还会使关键的基础建设 金融系统 还有这个医疗保健和运输系统暴露出来 主持人 那么这位通讯委员会的成员 他是希望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他说首先必须通过识别构成威胁的设备 来了解网络的暴露的范围 FCC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这将是一项不容易的任务 问题的规模也非常的不明确 但是FCC能够而且必须开始调查 除了使用自己的权力之外 FCC还应该与其他的联邦机构合作 其次一旦发现造成安全威胁的设备 就应该必须这个马上解决 必须尽快帮助在网络中使用不安全设备的运营商 进行过渡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这些运营商 和他们的客户的干扰 最后呢他是提到了 在国家安全紧急状态下 必须向受影响的运营商提供资金的帮助 以抵消购买和安装替换设备的成本 许多受影响的运营商呢都是小运营商 承受不起更换费用 更换成本大约是在1.5亿美元到将近10亿美元之间 他还强调保护国家安全应该是靠的团队协作 主持人 我一直刚才我们提到两个星期前 特朗普总统就发布了行政命令 允许美国禁止外国的竞争对手拥有 或者是掌控的公司来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 但是上个星期一的时候 美国政府又对中国华为公司的禁令呢 又做出了所谓的叫有限的豁免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的 那就像刚才斯塔克斯的文章当中提到的 美国许多的小型运营商 已经在使用华为的设备了 那据我们了解 这些设备大部分是被 为偏远乡村提供网络接入和移动通信服务的 小型运营商使用 包括了在怀俄明州和俄勒冈州东部的 这个运营商 美国的商务部上周是给华为颁发了一张 为期9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 允许华为购买美国制造的商品 以维护现有的网络 并给现有的华为手机 提供软件的更新 但是华为仍然不能购买 用于生产新产品的美国零部件 2018年 华为用于采购零部件的金额 约为700亿美元 其中约110亿美元 是用来采购美国的部件 给华为供货的美国企业 包括了高通 英特尔和美光科技 而在美国商务部给华为颁发临时通用许可后 华为的美方供货商是可以向华为提供 用于维护现有网络和设备的产品和软件 但这些供货商如果打算与华为开展新的业务 他们仍然需要向美国的商务部申请新的许可 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好的 感谢记者未知在新闻中心的联系报道